刘总呢 啥了 辞职 应该啥 每天跟我们前庭吃的什么玩意 哎我 暴雨中瞎堵了 想吃自己买去 别跟我抹脚 前庭复原来后厨找事 你是不是活地了 啥了 啥意思 能不能改成一项火吃 不能 那就不干了 二哥 二哥 咱吃鱼藏面行不行 啊 鱼藏那个在家里暴雨 今天咱该吃火吃 哎哟 这星哥 以后再出发别管替刘总知道 不好吃 他不在知道吧 好嘞 他不在我就是爷爷知道吧 滚 把鱼藏给我洗了 好嘞 咱那儿 叶回前庭了 跟着哥干吧 知道吧 哈哈 两年之内 保证给你取个嫂子 接下来咱们就操作这个味道 万中无一的鱼藏面 这小伙子你看 骨骼惊喜 一看就是学徒的 此时只见草原二蛋 将宰上好的白膳放入盆虫 倒上开水 小哥 哎呀 哎呀 下来 我离开了 然后再将清洗干净的鲍鱼剥壳取肉 改上十字花刀切成小丁备用 清洗干净的白膳 直接剁成小块 要想鱼杂面的口感丰富 再准备了鸭血和黄猴 鱼泡了 使用菜刀全部扎碎 好料再准备了 葱丁蒜子姜片 前期总统都就绪 今天二蛋操作 二蛋结束 听着 听着 你玩过去之后 直接起锅烧水 要想香辣爽口 再来点小米辣 在锅中水沸腾之后 鱼杂直接下锅 水再次沸腾轻轻 烧烫个十几秒钟 即刻倒入乳勺 冲掉血沫 放入盆中备用 然后再次起锅烧水 正所谓重口难调 那么工餐也是 厨师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水开头下入 黄猴压血白扇 过工餐既有大火吃好 还是老板满意 所以这个度非常难拿捏 好了 那么接着咱们开始操作 来点两勺菜籽油 大熟之后再快上一勺猪油 烧热之后下入葱丁蒜子姜片 烧火爆香之后 下入泡野山椒 三勺豆瓣 半桶剁椒酱 有了这几味调料的加持 让这个面汤 汤红味没香辣 再来上一罐啤酒 增性徐香解腻 调料的香味完全释放之后 加入能冒过食材的清水 再放少许盐气粉白糖调味 开锅下入食材 小话说的好 你干一行就要爱一行 你不爱它怎么能干好呢 大火烧开 小火慢炖 就这鱼杂汤 别说吃面条了 吃铁丝不得能造成三碗 真香看着 你炒啥赶紧 煮麦条吧 开之后小火慢炖三两分钟即可 这样才能保证它爽滑鲜嫩的口感 开发了 忙了一上午这几个货 中午下边说的还挺香 吃吧 晚上还有一场恶战 炒火了 小火你吃饭还来咯 差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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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也客气大家 都是椰村的 好 老哥 这面有点咸啊 不散吧 这样把这擦干净吃吧 刘总 二三兄弟在吃汤没它好吃 你不带他就是爷爷 你的火捏呗了你 去给我打百水去 哎 好嘞 哈哈哈哈 酒 酒 我给炸了个迷糊涛汁 这还差不多 以后结果低调点 哎 干过去吧